大家好 歡迎收看祈福戰 我是黃培碩 頭髮大腦今天跌了319點喔 你收在最低點 12264 那這個地方這裡跟你談 它現在是在走一個西坡往下修正 這個修正是針對前面這一組脈動12345來做修正 這邊破線好 它三中一個A坡 這邊一個B坡往上反彈 到13021 又下來 當然這是西坡了 之前這個地方是9月9號 這個地方是9月9號跟你談 它兩個理由做多 一個是有機會開始往上推動的 一個是B字西坡 現在證明當然是B字西坡 你B字西坡接下來就轉一個西坡往下 小一個大西坡往下 這邊一個大A坡 一個大B坡 一個大西坡 這是不是好事 跌了西就花啦 這個西坡下來 你要去思考說接下來有沒有機會 這才是重點 也就是說你那個長線的結構 你要先把它釐清 要把它釐清 是不是這一坡下來 整個就完全整個台股 國際股市全部都轉空頭了 那也就不必討論了 怎麼這樣也就不必討論了 那還有沒有機會說 今天有沒有一個比較大的一個機會 是一個很好的一段 一個大波段行情 這個西坡結束之後 同時這個西坡結束之後 因為同時你應該看 這是長線的部分 同時你出去看 現在這種架構 我們當然主張 一直主張成這個地方 8523建低點 今年的3月319號建低點之後 它開始往上推了一個賣動上來 這邊是一組賣動很標準 我說是一個帶的第一波出生段 拉平台2 然後這個3也結束了 我說它12345段 也很標準 這3結束 現在都要針對這個3做修正 那我說一個帶A波 一個V波一個C波 這個C波一旦下來之後 這個點不太可能容易看到 那14不會重疊 當然這離太遠了 你這邊123 然後這邊4的話 這個4一下來 12然後3 大的我想要大級數的 12然後3 這個都有C波賣動 5波這邊有5波 12然後3 那這個4 4的話ABC 一個大A大B一個大C 這個C一旦落底 一旦就是C波你運行結構完整之後 接下來往上走那個應該就是 勢必大概就是第5大波了 應該它也不太會整理了 因為這整理時間大概 我看這樣夠了 也很標準一個A波 一個ABC一個大A波 一個三段的ABC一個大V波 這個下一個大C波 這個大C波一旦結束之後 接下來開始走的那個脈動 就是至少 我都講的是至少 至少那個脈動第5大段 就說好真的是這個多頭都結束了 第5大段一推出去完之後 好整個說好見高點了 那第5波都結束了 接下來要轉空頭嗎 不是它接下來可能 這5大波都走完 它要做一個那個 哇那個來回區間震盪的整理 那個很久很久 搞不好那個大的急速 搞不好那個一整理 一整理一整理一整理 就又一年 那這個第5波出去有判斷 這第5波一旦出去的話 就有機會就到至少到年底 所以你要去想說好那今年年底以前 那這個盤爛死了 那你要怎麼操作 這個西波一旦落底完之後 那個機會一定要掌握 因為那是最後一個第5大波往上一個多頭很明顯的一個架構 很明顯的一個架構 你要去思考這個問題 就是說那這個現在目前跌下來 今天跌了319點 那跌下來之後有沒有機會 機會在哪裡 那你要怎麼樣去規劃 這才是重點 這才是重點 好 那你看 現在這長線的 就是說這1 2 3 然後這邊4 這個一下來的話只往上走 那個就是一個最重要的關鍵轉折 那個是第5大波往上那個已經噴出段 好 那一段 那當然你現在好 那要看這一段嘛 你現在重點是這一段 這一段你讓它 這個西波先讓它走完 那我說這個走完不是因為說它跌深就不會跌 我說不管你漲也一樣 跌也一樣 漲不是因為漲多就不會漲 結構完整它自然會停 結構完整它自然會停 往下跌也是一樣 結構完整它自然會停 什麼叫結構完整 我一直強調一個推動的情況 你至少要5波 至少要5波 來你看一下 像來我們在7月20號這個 我說像這種就這個就 你這個結構完整沒有完整 你這邊從8268期貨 對面推了5小段 這完整了沒有完整 完整以後它是不是整理 整理完這算一個橫台 以盤代替的強勢整理 完又推出去就閃另外一段了嘛 這3裡面它這樣完整了沒有 123沒有嘛 所以你繞11903 那應該往上再走 對不對 所以那往上再11903又到12900 這一段都1000點 好 那這樣完整沒有 這樣完整 有機會完整啦 當然在拖動的過程有只有9小段 有其中某一段擴延 那有時候就沒有嘛 好 那這個就沒有擴延 5段很標準的那5段 那這個就完整 完整形態3結束 那再做一個4嘛 好 那現在都還在這個地方整理嘛 對 都還在 你這個12900啊 這個有過高12998 後來又有過一個高13018 那個都是假突破 大盤從來沒有過 大盤在期貨12900這一天的時候 大盤是13031就是這一天 從頭到尾大盤這幾次的高點通通沒有過 前幾天來一個13021也沒有越過 所以它很標準的它是一個整理型態 期貨比較活潑 它有時候會假突破 拉回 假突破 拉回 假突破 期貨是破了兩三次這個地方 好 那就長這樣嘛 對 我說這邊123你現在做這個4整理嘛 那這是9月9號那天 我說12434你要先往上做 因為兩個理由一個是直接推第五段了 第五大段這第四大段結束 簡單整理完第五大段結束 直接就第五大段 另外一個就是它持續整理 第四波還在整理 那一個A一個B是C嘛 那還有一個C下來 那現在當然就是走這個結構了 一個A一個B然後一個C下來 現在是目前是走這個架構 都是在一個第四波整理 那這個第四波整理完一旦結束 我說接下來那個第五波 就是大概你今年最後的機會 那個一定要務必把握 那一定要務必把握 你不要說因為下下來下下來 你要去看到那個長線的結構 要去看到那個長線的結構 好 那是9月9號對不對 9月9號這個地方重點 那9月9號C和坡就從1206 現在這邊BG7往上 那這12434果然就往上走 一路走 好 走到了一路走走 走到了13018 那這一段它明顯它就只有三段 它就從這些建高頂就一路下來了 那這三段又符合就說它是三段結構 它就只是一個調整形態 就是一個V字C很標準的V字C波就結束掉 那一路下來 來 突然一路下來 這些9月18號 其實這個地方重點已經嚴重偏空 已經大概也要說有一個第五波有點難度 果然就從這地方下來了嘛 這下來就一路下來了 好 下來就 到了在9月22號 我說這個就開始 就這種結構其實就很明顯 就這一段走完 這一段走完 然後A波B波 那就給C波下來 這個C波一旦結束 你剛才有寫的3 這個在整理這個都是一個4 當然你要等它4落底 4落底完之後 接下來要轉一個第五大波 一個是一個什麼 最後的一個擴言 第五大波 那這個第五大波就是 我說這個第五大波大概今年度 比較明顯的 很多頭的一個架構的一個 最後一個脈動 以這個架構來講 因為那個一段走完 你馬上要供可能性很高 你需要震盪整理 那當然當下看它怎麼震盪整理 震盪整理 做股票一樣都可以做 因為那個 在震盪整理的過程呢 個股表現是差異很大很大 差異很大很大 好 那現在就等這個C波落底了嘛 對不對 好 那C波昨天 前天我說這個C波正在走 你就我們就追蹤這個C波就好了 我說你完整結構 這邊1 2 2 3裡面它3是1 2 3 4 5 大概第五段我看應該還是會往下 那昨天 昨天我們看這個第五段有到1 2 4 1 1 這一段 第三段 如果錫之三的話有到4 4 1 1 4 4 1 1 2 4 1 他有機會彈 昨天每次郭外他有機會彈 確實他彈了一些些 馬上因為面臨到美股的重縮 他又下來 那這個也算是彈的 因為他這裡結束在這個地方 然後是彈的 彈的不多 就剛好有彈他刺激市場區 就知道這個最高 這個刺激市場區 就在1 2 5 9 5 這兩天彈的最高 就是大概1 2 5 6 3 左右 1 2 5 6 5 那附近 就那附近 其實也到這一區 也算是彈 只是說沒有比較強彈 好那一點點然後就下來 今天就彈了1 2 5 3 1 這邊有到5 6 1 不管5 3 1 都在這一區 就沒有了 那這個等於是這就一組脈動 昨天是在剛才說 這邊有機會彈 他確實他彈的幅度不大 而且時間也很短 馬上又下來 今天又殺了一段下來 到1 2 1 6 6 那今天這一段也是很明顯 他也走了一個5小段 走一個5小段 走下來 到目前到1 2 1 6 6 也站高一個段落 那這邊整理的時間很短 這個是重點 所以你看 像這樣的結構 我就 這個 這個溪波 從1 3 0 1 8下來 1 2 這個很確定 這一組如果說他1 2 3 4 5 那就結束了 那就結束 你在那邊震盪整理完 就開始要往上走了 他走了5小段了 對不對 那走5小段 你等於是這個A波 B波 C波就結束了 這個可能性有沒有 這個可能性當然也有 當然也有 可是就是說 你要判斷它的一個機率 一個機率 因為它的結構 這個結構比較麻煩長這樣 因為它這個整理的實在太簡單了 如果說這個地方做一個 哇 一個小的ABC這邊整理整理的話 那就比較像說1 2 3 4 5 它這個結束很快的 昨天剛落底 然後彈一下 今天馬上就下來 其實當然這個我們就會擔心 我們講坦白話 我們就會擔心說 它會不會就是 它從這個1 2 8 7 7下來 是不是同一組脈動 那就比較麻煩 因為同一組脈動的話 就是說它 好 西坡裡面對不對 這大的西坡好 從這邊1 3 0 1 8下來 西之1西之2 那這個都還在西之3裡面 西之3裡面這邊有一組脈動 西之3裡面的1 2 3 4 5 那就會再往下升一點點 因為它整理的時間 這個實在太短了 這實在太短 可是一樣 你每一組脈動完 它是會反彈的 這個1 2 5 3 1到1 2 1 6 6 它這個也算一組脈動 因為它很標準 它是一個1 2 3 4 5 這個也算一個脈動 那這個脈動完它也會反彈 只是說 好像彈的都比較弱勢 相對是比較弱勢一點點 其實你看大盤 大盤也是這樣 我們看大盤的這個小時限 從這地方建高點又開始整理一個 我說一個大A波一個大B波 其實還標準 一個大A波 整理一個大B波 然後從這地方就一個西坡下來 你看這個西坡下來 這邊一組一二這比較標準 你如果說一二三四五 當然可以 可是這一組 這一組跟這一組 它看起來有點像同一組脈動 變成說它是一個一二 然後三裡面可能三四一二三四五 還要推啊 因為這個脈動 這個地方整理的時間太短了 整理時間太短 它是一個 就是說美中不足 你如果說這邊整理一個橫台出來 那就一二三四五就很漂亮 那我懷疑它這個地方可能是同一組脈動 如果是同一組脈動 這個就是第三坡裡面的一二三四五而已 那這樣你才會 等於是這個地方 你這個從頭到尾都還西之三 西之三就是西之一二 然後三裡面都還在走 一二三四五 那你一二三四五完了以後 它當然會反彈 反彈以後怎麼樣 再做一個西之五才會 應該這樣大概就全部結束 我的判斷大概也是傾向這樣 因為我來看到那個大盤的部分 如果今天大盤的部分我講久一點 因為這個關係到說 到底接下來你的機會在哪個地方 那你要怎麼樣去擬定策略 來應付你至少到年底 至少到年底的部分 大盤的部分我們看它周線圖 這邊有高點一二一九七 一二一九七 好啦是這個頸線這個有支撐 一般這個頸線 很多人會誤會大概是有支撐 那不會有支撐 那不是那不是重點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現在這邊有一組 一二三結束了 我說一二三結束 它這個一拉回來 常常有時候一個修正的過程 當然一四不會重疊 一四不會重疊 可是這個前破高點很有機會頂到 或甚至破一點點 那其實也離很近 今天一二二六四最低 這邊一二一九七嘛 一二一九七跟一二二六四 這一次就差67點而已 差67點而已 你不要看這行 這是一二一九七喔 這個跟這個脈動有沒有關係 其實是沒有關係喔 可是很多人會去看說 哎呦這頸線其實那完全不是 那個完全不是 那完全不是 它就故意會來破你 常常啦就有認知 它會來常常破你這一區啦 破完以後才確定止跌 就是說它是一二三 然後ABC回來試的話 但是譬如它就是這樣破而已對不對 它開始走第五波 所以我說那個結構要完整啦 當然目前結構是沒有完整 我說這種結束的話 西之一二三四五的可能性 當然比較低 比較低 這個是同一組脈動的可能性 會比較高 會比較高 可是這樣其實也快要進尾聲了 我說一二一九七 你今天雙盤一二二六四嘛 才差67點而已 那個破不破也無所謂 也不是重點 重點是 我說這個西之三的話 它如果說它是同一組脈動的 你一二三四五 完了以後 這個其實它這個西之三只要一結束 不過那個西之三只要一結束 你很多個股大概都已經提早落底了 你不要等那個 那個西之三結束再來做西之四反彈震盪對不對 很多個股就開始表現了 然後西之五最後一個破底的話 其實很多個股是不會動的 你要懂這個它的相對應的關係 所以接下來這個結構怎麼樣 還是一樣 還是我們會去注意說很多股票拉回來 它的那個買點 它的那個買點 那這個買點你要去做它幹嘛 就是準備接下來準備要做一個第五大波 好那我們是主張這第五大波 大概就一路運行到年底了 一路運行到年底 好這是接下來的一個規劃 也就是說你要有策略要有謀略 那你要現在已經9月 今天9月24號 已經快9月底了 下禮拜中休節再來 接下來就10 11 12 剩下一季啊 這一季要怎麼樣呢 怎麼樣來有一個財富 怎麼樣來賺到錢啊 因為其實今年頭髮你看喔 頭髮今年的話 你不要看說好像這樣一副這樣 從這個地方 從這個地方這樣子好像很好做 其實沒有 其實這一個三月份這個殺這個 這個一個月而已啊 殺那個一個月啊 就把人家殺了頭破血流 然後殺完以後不敢買 然後一路這樣慢慢墊上去有沒有 慢慢墊上去嘛 所以不要看說好像一路漲得過高 美股當然是一路的創高 那沒有問題啊 創高到很離譜的境界 可是台股並沒有漲成那麼多 那我是認為啦 這個第五大波是有機會 第五大波是有機會 或許美股他沒有辦法 美股是一個區間震盪 那他以前區間震盪在下面了嘛 如果是他改變再往上走 那區間震盪不一定要過高 可是這個區間震盪的話 就有助於台股我們還有一個 第五大波要往上走 這才是重點喔 也就是說這個大盤殺下來 你要去看到那個重點 要看到那個重點在哪個地方 那我是看到這個重點 這個只要這個溪波 這個溪波一旦落底之後 接下來那個就是你要大展全角的時候 就是你要大展全角的時候 我們不會說 這硬在那邊凹 不是 我們說他會修正 也是往下 我們也是分析他會修正 一個溪波下來就下來嘛 並不是說每天都隨時說 一定要往上漲 沒有 他必然的修正OK嘛 對不對 AAB然後一個溪波 那這個溪波一旦 我說這個溪波一旦落底完之後 那個就是你大展全角的時候 這個你要事先都規劃好 那什麼樣的結構會落底 剛剛這個細微脈動也跟你講得很清楚了 也跟你講得很清楚了 好 這是齊全的部分 有興趣認同理念的 歡迎你跟上腳步來 我今天把大盤的部分講得久一點點 為什麼要講得那麼久一點點 因為今天跌了319點 很多人可能分頭了 我說你那整個中長線的方向要把它釐清 本來我們就規劃它要溪波下來 好 本來我們就規劃它有個溪波下來 那這個溪波下來 當然那個結構完整 結構要完整 結構不是說因為疊聲不會疊 不是 結構要完整它才不會疊 它會止疊然後開始往上攻另外一組脈動 好 這個有興趣的 你跟上我們的腳步來 那畫面右下角那個QR Code 也歡迎你用手機掃描 再加入免費的LINE群組 我們每天都會把盤後解析 複讀解說PO上去 也歡迎您的追蹤 歡迎您的追蹤 好 那我們談到個股的部分 那我說下禮拜就是中秋節的 這中秋禮戰 這有興趣的歡迎恰好現場助理 中秋禮戰 好 個股的部分 同時我說個股還是要精簡 那我剛剛講的這些東西 其實我說我們在分析行情 不管是大盤個股 絕對都是有憑有據 絕對都是有憑有據 你要從長線的中線的短線的 然後分析到細微的脈動 當然細微脈動食物上是在食物操作的 是在食物操作 比較早比較好的一個買賣點 那食物操作 那這些東西其實 這個進化不斷戰法 你都可以把它拿回去把它看清楚 這個還有六片的教學的DVD 你搭配著看 搭配著看 或者可能我在講些什麼 也許你聽不太懂 有時候我講話又比較快 有時候可能你聽不太懂 那其實你長期收看我節目了 其實都應該很清楚我在講些什麼 在表達什麼 ABC 拉維修正 什麼幾段的一個怎麼結構 怎麼結構 大概我會講他們就很清楚 我在講什麼 大中小 什麼一大堆有的沒有的 大概他們聽得懂 一些新的觀眾可能比較聽不懂 那我說這個進化不斷戰法 你可以拿有興趣的來電諮詢 來電諮詢 他有搭配六片的一個教學的DVD 那這個也包括大盤的部分 個股的部分 你都可以用這個方法來去做分析 來去做分析 好 個股的部分 頭髮昨天談到8046的藍店 老師他今天跌了西瓜 因為他昨天是三角收斂的一個下緣了 三角收斂的一個下緣 那他今天跌破了 然後他今天跌破了怎麼辦 來8046的藍店 頭髮像這個結構 因為其實前面也 假設你前面還有這一組 那你這一組跟這一組 要不要混在一起看 不用 你比如說這邊12 然後這一組3的話 你這1234都還沒走完 所以我們就看這一組就好了 對不對 你這一組 因為他不可能同一組 12345不是 這個都不是 這是同一組 我們就看這一組 這一組的話你看 這一組他是123 這很標準12345 就是我圖畫的這個東西 就是我圖畫的這個 這一組他就一個12 這是另外一組邁動的 開始在123 3裡面是不是有個12345 這很標準 那我說這個做一個什麼 三角收斂 很有機會都是第四波的整理 是一個中繼型態 當然這個中繼型態 目前是破壞了 今天拉回來 8046的藍店 今天拉回來 等於是 老師你說這個三角收斂 沒有了破壞了 那破壞是不是就一定代表 破壞的話是怎樣 他整理型態不是三角收斂 可是他依然還是什麼 他依然還是整理型態 他依然還是整理型態 也就是說他這 第四波整理的話 他可能一個A波對不對 然後一個B波 然後現在是一個C波 這個C波一落底 一樣還是會往上走 因為他整體結構走完沒有 1234還沒完 所以他雖然說 我們昨天跟你談了 三角收斂 他的整理型態 是三角收斂的這個型態 是破壞掉 可是他依然是不是整理型態 他本來就是 因為他本來就是整理型態 他這邊123 然後這個是整理而已 現在變成說一個A波 然後一個B波 他現在有一個C波 下來再整理 整理完之後 應該還是有機會有這個第五波 長線的結構沒有變 長線的結構沒有變 只是短線那個第四波的整理型態 不是三角收斂而已 它不是三角收斂 它是一個ABC的一個型態而已 了解意思嗎 所以你這個結構你要把它釐清 那你就懂得怎麼來去應對這檔個股 對不對 你要懂得怎麼來應對這檔個股 這是8046的南電 8046的南電 好 不是昨天跟你談一談 我們昨天跟你談三角收斂 那確實他也破線了 破線也要讓你清楚 那清楚你因為他變成一個整理型態 那你要懂得怎麼去應對進退 對不對 好 那另外像松翰其實這個 我說這個因為前面都沒有一個出生段 這一拉出去應該它應該是一個出生段 那果然你看 這出生段一般拉回會比較深 5471的松翰 因為它前面都 它這樣平地一撐沒再往上拉出去 那你拉出去很有可能只是個出生段 那出生段它可能會拉回 我說那你就要看它這種小時線的部分 小時線的部分這一段結束 那它看它怎麼整理 好 所以我們馮高先拔檔 那拔檔很漂亮 那天是出在最高點 5471的松翰 有沒有說那天是買在62塊 當天就拉到漲停651 然後再來就 隔天就幾乎漲停71塊 然後72塊 那天9月18號利多 開盤價把它就把它出清 出光光 73.5 最高738而已 一出完對不對 隔天就69了 然後今天最低來到66.5 547松翰 那我說發球權拿回來在自己手中 隨時我們在看什麼時候再適合進場 對不對 你看我們就出來這一天738 這一天最高這一天 那現在有拉回來 其實幅度還算大 幅度還算大 那這個結構 我說發球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我們什麼時候在進場 那個是重點 我說那進場的那個timing 才是決定你是贏家輸家 另外時間不太夠 我說個股的部分 差不多個股部分 你持股一定要精簡要精選 持股要精簡要精選 中規中矩的做 長期才會是贏家 而且要應付這樣的盤式架構 你一定要精簡 一定要精簡 那中秋禮戰 這個下禮拜是中秋節 先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這個部分有興趣的 有興趣的竅 我先讓助理 我們先休息一下 變時候 我們先回答 連續出很可憐 書ía第一泊 該租你 還有一旦 對不對 如果有 Higher 进化才有效 黄老师经验多年 波浪理论 首创进化波浪 更胜波浪 宛如阿基米德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让您赢在股市的起跑点 知情专线27810909 27810909 电影博物宽度中秋 月圆人员中秋礼赞 惊喜688在家来电礼 惊喜688在家来电礼 书博追信 0227810909 27810909 谁说旅行人不做奇货 奇货是最佳避选工具 运达指数 0227810909 27810909 红灯冲啊 麻烦靠边 有警察天酸 大圣啊 千般不当落跑啊 违规俊减蓝简逃逸 不仅危险 还要多吃一张 最重三万元的罚单 并且掉扣驾照六个月内 下回 亏这么大 万一撞伤或撞死执法人员 更会被最重处罚十五万 并吊销驾照哦 我看还是乖乖配合好了 违规俊减逃逸 重拔加扣照 志死相调交告 内政部研究署会提您 欢迎到节目现场 我说这个西坡 之前规划说 一个A坡一个B坡 这个西坡下来修正 当然这个是好市 呢 然后修正完 我说结束完之后 接下来还有个第五大坡 那个第五大波大概就是今年的重点 一次大概就到年底了 那是一个机会 我说这个底下来你要去看清楚 它的机会在哪个地方 要厘清 头发要厘清 那中秋礼战这个部分有兴趣的 也恰好现象助理 然后讲的这些东西 头发这些东西都在这本 这本书里面都有介绍 我讲这些东西都有兴趣的 也恰好现象助理 祝大家操盘顺利 本层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电脑保护宽度中秋 叶元人员中秋礼战 惊喜688在家来电影 惊喜688在家来电影 苏波追线02-2781-0909 2781-0909 破浪有诀窍 进化才有效 黄老师经年多年 破浪理论 首创进化破浪 更胜破浪 管如阿基米德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让您赢在古市的起跑点 知名转线2781-0909 2781-0909 黄老师波浪操盘术 一套功夫练足 轻松创造迹象 超值2.0 卖于送吊杆 古市长盛军就是你 咨询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